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连生活佛奖密宗道次第广论 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 我们听到连生活佛为我们开示了 持明秤与净土秤 那么什么是佛秤呢 我们赶快来聆听连生活佛的开始 那么在进一步佛圣 佛圣密教里面成佛 只讲寄生成佛 而且自己去的 自己化光 化光化成了 化成法身佛 密教的圣可以讲 还有这个 佛就分为应生佛圣 报生佛圣 法身佛圣 什么是应生佛 今天坐在这里 你们坐在这里 通通都是应生佛 你们修了密教得了果的观点 已经给你佛号 你就是佛 密教最重要的口诀 你就是佛 谁是佛呢 你就是佛 这个叫应生佛 密教里三种佛 这个像我来讲 应生佛是穿衣服 有穿衣服 报生佛是穿一半 法身佛没有穿衣服 为什么法身佛没有穿衣服 是无形的吗 他还衣服干什么 根本他本来就是 跟宇宙融合为一的宇宙意识 他还要衣服干什么呢 所以法身佛是无形无相 没有衣服的 报生佛是穿一半 像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是报生佛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双年始的莲花童子 是报生佛 今天在这里 坐在这里的 穿衣服的 是应生佛 我们修行 可以达到自心开悟 自心流露 明白清楚 自己就是一位 佛生生的应生佛 就是佛佛 密教里面有佛佛啊 对不对 别的宗派显教哪里有什么佛佛 所谓仁波切 佛佛 浮屠客图 浮屠客图 不是浮里浮屠 是浮屠客图 也就是转世佛佛的意思 那么你修行开悟了 你领悟了 你就是佛佛 这个是密教里面才有 所以是应生佛 佛秤 什么是报身佛圣 因为你说命通 你清楚 你知道自己的本尊在何处 你有自己的净土 什么叫Sity Home Sity就是净土 Home就是成就 成就你自己的净土 Om Guru 连生 Sity Home Sity就是净土 Home就是成就净土 你们在念 Om Guru 连生 Sity Home Om 一昼一世 Guru 导师 连生 就是连生佛佛 净土成就 就是Om Guru 连生 Sity Home 加上 Aho Satsama 就是六道众生 全归净土 得到成就 所以你在持这个咒当中 你已经是在做这个净土 净土圣 这种成就 那么你将来你自身变化成为佛 你在人间你是应身佛圣 你到净土 就是报身佛圣 你自己自己寄生成佛了 就是法身佛圣 你已经融入 比如遮那海 这密教里面也可以安利多圣 这是我自己给他分 这里面并没有写 并没有写 但是他讲 若不而者 既咒圣中 应安利众多圣 事实上咒圣里面 单单持咒 你就可以安利成为国王圣 你在咒供阳吗 你单单念这个咒 你就可以当国王 单单持这个咒 就可以进入国王圣 你念安土地真言 安土地真言 很多人都念了 对不对 显教也念安土地真言 你可以当地主 地主 土地的主人 土地的主人是什么呢 也差不多一个城主 一个城市的一个主人 福报很大的 安土地真言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国王圣的范围 那么你又可以修慈明圣 当慈明仙人 念咒 念了很多的时候 聚集起来 你的福报 在天里面 你到慈明天 到奥明天 你都可以当慈明仙人 因为咒会放光的 不可思议的 你可以到净土 本尊成就 你可以到本尊净土 单单佛圣 又有应生佛圣 报生佛圣 法生佛圣 很尊贵的 所以这个密教里面 应该讲起来 它可以安利夺圣 在我们讲起来 其实密圣 不应该列入这个大圣之中 应该制成一圣 就是密圣 就是咒圣 因为这个三藏十二部 其中也有人认为啊 三藏十二部 把这个咒杖 放在三藏里面 其实是不可 应该自己独立成为一个咒杖 那就变成四藏十二部 四藏十二部 因为那个咒语啊 也可以成立成为一个杖 咒杖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密教啊 密圣 是非常珍贵的 单单里面的修法 就跟一般的通通不同 一般佛教里面的法 都不一样 那么也是很殊胜 很超越 很不凡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 我们的这个真佛密法 你看那个修行的这个过程 四个阶段 先修本尊 那么再修内法 再修密法 再修密密法 这个层次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分明 不像一般的这个 一般的那个 稍微粉稀 粉稀不太清楚 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 这个密教的法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万遇的修行 这是怎么样的一种修行方法呢 我们赶快来聆听 连生火佛的开示 好 我们今天再来谈 密宗道持地广论 物二 达斯比 己 破他祭祀 这里 这里就是 还是在讲 这个 波罗密多圣 及纵圣 的讨论 这里有一段相当 是为了调理贪 所化的 这二则不同 也就是他主要是讲说 这两个不太一样 那么怎么分别呢 第一个 他讲 宙圣 是不断贪的 也就是 不刻意去 断贪欲的 那么 那么 波罗密多圣 是断贪欲的 他用这个来分别 宙圣跟波罗密多圣 这个 讲起来是很奇怪的 这个修行的方法 也有所谓的 断贪欲 也有所谓 不断贪欲 我们都很了解 什么是断贪欲的 修行 因为波罗密多 是为了过 亲近 这个寂静的生活 所以他主张 用断贪欲的方法 去修行 那么主张 不断贪欲的 去修行 又是怎么样子的修行 这个就是比较 一般世俗人 不是很明白 什么是不断贪欲的 去修行 据我所知道的 我们每一个人 出生的时候 他自然 他就有贪欲的种子 存在你的身体里面 在你身心里面 就已经存在有贪欲的种子 那么有时候啊 你顺着贪欲去修行的话 是怎么样子的修行法呢 就在密教里面是有 在一般的宗教里面 是没有 但是我们晓得 这个每一个人的 这个贪欲本来是有的 但依照贪欲啊 可以形成一种 道的助言 这个修道的这种助言 也变成一种道的一种办理 这个是不太容易了解 但是我可以这样子 跟大家稍微解说一下 这里有一段 这个翻开来 第十四页 以诸一成 依世类贪 所生欢喜 为道助言 这一段话就是一个注解 利用贪道 去修行 就是 以诸一成 依世类贪 所生欢喜 为道助言 这四种贪啊 贪也写得很奇怪 第一种 是孝 这个孝也是 一种的贪 那么第二种是是 眼睛跟眼睛看 也是一种贪 第三种是握手 握手 是一种贪 那么他写的这个等 只写到孝 孝 是握手 这三种贪 其实第四种贪 是抱 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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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也是一种贪 他写等 其实是拥抱 这四序 就是这样子 人有这四种贪 你相信不相信 然后你们不相信 我相信 师尊以前很早 是基督教徒受洗 为什么去信基督教 大家都知道 以前看我的书都知道 因为我的女朋友在教堂 其实你上教堂干什么 因为女朋友上教堂嘛 你不跟着女朋友去上教堂 你就缺少那一种机缘 跟他接近的这种机缘 你跟他接近做什么 不过是笑 有时候看到他笑一下 这感觉就不一样 那种笑的感觉是不同 那种笑就是很 怎么样子说 就有一种很甜很甜的 那种感觉 好像蜜糖一样 甜的跟蜜糖一样 那一种味道 然后这种笑不是一般的笑 不是一般人碰面 笑一下这个样子 那是没有含什么东西的 但是你只要含那一种 产生一种甜的感觉出来 那一种笑就不同了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 就是一见钟情 那是什么 一见钟情是什么 就是第二个字 四看见 这个四也是很厉害的 所以行者在断贪欲的修行当中 住在深山当中 甚至于闭关 逐不出户 就是要避开这个世 所以眼不见为亲 你眼睛没有看到就清静 你眼见则灼 你眼睛看到了 你的心就浑浊 所以修行人在深山里面 称为山人 称行者 就是避开这个世 眼睛看到有什么毛病吗 当然有啊 你看着眼珠子都快要掉下来 怎么会没有毛病呢 你这相似 两个眼睛一看到 相似再一笑就完蛋了 就死定了 就悉悄悄了 这很厉害的 所以我讲过啊 这个什么一见钟情啊 再见清心啊 三见就要了老命啊 这个世日才是厉害的 这很厉害的 在前两集的密法小学堂当中 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我们行者所守的五届当中的前三届 也就是不杀生 不偷盗 以及不邪淫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位贵宾 继续地向他请教 后面的两个戒律 到底他的真谛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跟我们一起来欢迎 台北中观堂的试连乐 金刚上师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戒律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先了解 守戒是最基本的 那么不邪淫之后 还有另外两个是 不妄语 以及不饮酒 是的 那不妄语到底包含了 哪些内容要去遵守 我想不妄语 是很少人不犯的 在我们一般的社会上 我们多多少少要圆满很多的事情 这个是借口 要圆满很多的事情 我们多多少少都会讲妄语 那么在这个不妄语界里面 还包含着不恶口不两舌 那么讲妄语 一般人都会认为习以为常 那么恶口更是 讲这种伤害众生的话 那么不两舌就是挑拨离间 其实在这个戒律里面提到的 还是口业 所以口业在我们修行当中 其实是最难守的 但是我们如果知道 这是在我们生活上 必须要有给自己的一个规范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慢慢地去察觉到 自己在言语上的过失 所以这个戒不是外在来规范我们什么 而是当我们内心觉得这个戒 对我们的修行是很重要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会比较警觉地 来观察自己的行为 自己的语言 还有自己的意念 所以这个不忘语虽然很难受 但是我们如果常常能够警觉自己 又不经意当中忘语了 两舌了 恶口了 那么我们当下能够当下自心的忏悔 那么这也是一个环境法 那么从我们不忘语 不两舌 不恶口的这种戒型 来改变我们的口语的话 那么我们常常我们就比较容易产生善语 就是能够温暖真实关怀众生的语言 那么有了这个善语呢 甚至于呢我们的内心里面呢都是清净的 当我们口清净呢 那我们持咒念佛 那么他的力量呢就更清净了 否则我们一边讲妄语 一边恶口 一边两舌 然后一边持咒跟念佛 你觉得这样好吗 非常的有道理 所以呢这个守戒是基础 我们先了解戒律 把这个口这一关先守住了 再用清净的心来念咒是更好的 这个我们每次节目当中呢 其实收获都是很丰富的 也许呢我们会担心自己会被记得住 会被守得住 其实把它写下来不是更好吗 在我们节目当中特别准备了 密宗道次第广论的修行笔记 全新第二季的修行笔记 打电话进来免费送给您 同时我们还要加赠 真佛宗密乘戒律这本书厚厚的一本 如果大家想要的话 打电话进来这两本同时的送给大家 今天非常感恩 世联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所做的分享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博奖六祖谈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